我们也给它拆一下 要在这里边做一个判断 如果它为空 对不对 要怎么做呀 为空的话是不是要拗出来一下 否则呢 啊 这个打要是直接捏完板就行了 无非就这一步执行不执行不用打 如果为空的话就拗一个 如果不为空的话就直接返回 这时候就能防止它用拗实力化你这个对象 保证全局只有这么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咱们要封装几个方法了吧 你要能够获取你的数据不明吧 不然人家怎么掉呢 哦 这个 卡到 稍等一会儿 咱们的数据库名字给返回去 然后这个版本也要返回去 然后这两个有了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呀 现在你可能看不出来什么作用 这个我先给写进去 你不了解没关系 咱们可以 回头用到的时候慢慢写 你这个数据库里边要键表 对不对 咱们键表平常都在哪键了还记不记得 之前学的那个操作数据库的那个键表是在哪键的 键表的那个过程那个方法是写在哪的 对啊 是uncreate是吧 咱们所以说这次换一个方法 你想想你把你 咱们现在是要封装一个通用的数据库超过来 对不对 你把你键表的那些语句全部写到uncreate里边 你觉得你这个封装了 还通用吗 你每次都要去那边改你这个鸡肋 那你这封装的是什么呀 用它老是随着业务的变化而变化 你说你这封装了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这次封装给它封装了跟业务完全无变 对吧 现在咱们还没表 直接先返回 对吧 就现在这个Irelease是Stream 对吧 里边放什么呢 里边放键表的语句对不对 但是咱们这里边不放键表的语句 因为咱们也看到了CircleLite Database Config 这又是一个那个什么 也是一个Config的文件 对吧 键表语句最好还是放到你数据库操作的这个CircleDL里 最好 对吧 好 这个CircleLite Database这个基本这个Config 就这样了 咱们下一步要封装那个数据图层 那个CircleLite是吧 我把那个名字复制过来 算了 这是Lite 这种哪个要封装这个 这种哪个要封装这个 I T E Open 是这个吧 T乘以他 完成 因为这是个抽象的这个类 又要自动完成两个方了 是吧 还有就这个 是不是 这里边咱们要怎么写呢 这里边又要用单理模式了 我们把这个CircleLite Database 封装成也封装成单理的 在咱们这个项目里边永远只保持 这一个数据库对象就可以了 就不要让他在那个 业务层里边每一次都拗拗拗拗在那拗 对吧 他弄出来之后 咱们就只操作这一个 是吧 嗯 怎么封装呢 这个是要有的 咱们要自己写一个 那当前的上下纹让他传进来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是肯定要用的 咱们要用 对吧 然后呢 直接调用他这个 拗了一个方法 是吧 把content给他传进去 啊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数据库明白应该是 是吧 嗯 数据库的名字很明显 咱们用那个就可以了吧 咱们要用在这键变量了 这个吧 这个吧 然后叫什么 叫 这个要弄成这个 静态 就是叫 就叫这个吧 然后还要有 把这个 获取他的这个 数据库名字 这人家是浪值吧 我看一下 这个没有 什么 这个里边都是传的浪值的 第三个就要有了 第三个传什么 对 咱们咱们这里边定的也有 继续过去 对吧 这样一弄的话 咱们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 这个可以去的吧 咱们直接在这里边调用那一类了 然后content要有的话 咱们就要把 content就要有这个变量了 看来就浪费 看来就浪费 这个时候content也有了 uncreate 我看下一部要做什么呢 还要有get instinct是吧 因为咱们是单立的 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的 这个应该是进程 自由的 对吧 然后返回是circular health 然后继续get 然后基本操作还是跟这一样 啊 然后基本操作还是跟这一样 这个应该是这个电量还没定义是吧 那就那就继续写定义一个吧 这个应该是他吧 这个应该是他吧 然后之后要怎么做呢 之后该建这个表了是吧 咱们这个表怎么弄呢 这一样的table获取出来了吧 这样就取出来了 我们在这里边怎么做呢 我们配置什么进程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反射了 也就是说 我们动态的 去 也就是说把这个 uncreate的方法 放到 那就是DAL这个业务类里边执行 但是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又不知道会有哪些对象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让我想一下 还只能封装到 这里 因为没有 没有实际能反射的对象 先封装到这里 我们把它先给停下来 然后等到用到的时候 再把反射给加上 现在暂时还不能往里边写 因为我们没有能反射对象 我们继续往下写 把那个什么也给封装了 该封装什么了 这个 这个 事物呢 我们封装到 searchlight的DAL base里边 我们该建这个对象 是吧 这个对象里边都有什么呢 你看一下 这看出来 这里边封装了一个通用的这个删除 然后 获取 获取 获取它的这个 某一个 数据库里边的这个 数据表里边的这个 数量 对吧 获取表的这个名字 还有主件 查询一个实体类 然后把一个游标 转换成一个list 然后是执行 执行 赛手脚本 是不是 咱们封装一下 封装这几步之后 它的这个操作 在调用这个之后就简化多了 这个类呢 这个类我就不手敲代码了 我直接用那个封装好的 我直接把它烤过来就算了 要不然敲起来实在是 敲出来这个拿出来之后 我给大家过一下 是的 我双击 可能没有双击了 应该是这个吧 直接给它烤过来 实现接口这个呢 我暂时现在不能烤 用到了再给大家看 要不然不容易理解是怎么回事 这个呢 直接封装好的方法 可以直接烤过来 这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边是不是用了 有抽象方法呀 抽象方法呢 就生命成抽象 改成抽象类伍了呀 对吧 好 我这边 这个粘进来 可以给大家先解释一下 这个Cycle DL Base 可以看到这个 上下文就不用讲了吧 对吧 然后这个 Cycle DL的这个操作 时候要有一个 Cycle DL的这个 Database对象 是不是 然后这是咱们的构造函数 往里边上下文复制 是吧 这是封装好了 GET 获取上下文 对吧 这是咱们前面封了都有了 就用下了 之后呢 有个获取数据库 是不是 如果这个对象为空的话 是吧 就实力化一个Cycle Help 类 是不是 这就刚才那实力化那个吧 对吧 三立模式 然后得到一个可写的数据库 是吧 这是获取数据库 这个方法 GETABASE这个方法 是不是 然后这个封装呢 在Cycle Light 在他这个Cycle Light里边 这个Help的事物是怎么操作的 非常简单 这个一看你就能看明白了 开始一个 开始一个数据库的事物 是不是 这个是设置这个事物已经执行成功 对吧 这个是结束一个事物 只有这三步都执行之后 他才会彻底的把这个事物给提交进去 如果如果没执行到的话 就要回滚了 对吧 这是事物的封装 咱们封装到这里了 GETCOM GETCOM的这个看一下 所以GETCOM呢 首先得到了一个表明和一个主件 对吧 这个方法是个什么方法呢 咱们点开 啊 是个抽象方法 为什么要把它弄成抽象呢 这个能想出来吗 能想出来吗 为什么获取表明和表的主件 要弄成一个抽象方法 对 所以说 这又是刚才咱们那个思想 把一些 负类里边无法确定的这些东西 放到子类里边实现 然后他调用 也就是怎么说呢 我 我 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表明和主件是什么 对吧 但是我知道一定要获取要有这个方法 所以说我定义成抽象成方法 你只要继承我这个 Certulite Base这个类了 你就一定要有这个方法 你没有这个方法 我这里边就没办法调用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用了一个抽象的方法 获取表的名字和它的主件 放在子类里边实现 获取了之后怎么弄的 这是执行一条Certul语句 对吧 执行这个Certul语句之后 并且还有这个条件 按照他给定的这个条件 获取他这个 数据到底有多少 对吧 这个经常要用到吗 获取数据数据量 是吧 按照指定的这个条件 获取 执行这个 Certul语句 获取一个游标 这个执行Certul语句是怎么样的 就这么简单 对吧 数据部里边 安卓提供了有一个这个query